有方法,叔叔说,碳压表虽然说是五花八门,但我们平时所用的碳压表,一般都是用两种气压单位标注的。 如图,那抽红色的是英质单位2.0平方英寸,外抽黑色的单位即KGCM2,7克每平方厘米,也就是图中标注的八国际单位这里面的标准单位是牛顿每平方米,即PA,PA就是10.1牛顿每平方厘米,即1.03千克每平方厘米。 因此,我们平时所说的2.2,2.0的压制纸的班来说的,这是另外一种,读书和上图相反。 我们可以在邮箱盖内或者是车门逼入下方,找到厂家要求的轮胎压力提示,按照厂家要求的气压来冲击就可以了。 看完之后,有没有长知识,咱们下期见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